大家好,回到第二節的即使攻略 這一節為我們跟進個別版塊的情況 嘉賓友要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你好 先生,你好 我也要跟你跟進一點外圍的消息 近日當然要關注美聯儲方面的意識情況 也說到今年9月加息的機會 其實大家看到的機會不是那麼大 也說要多看一些數據 而近日再公佈CPI,美國方面的情況 看到數字上做得不太好 按月升是0.5%左右 而調到市場預期的升0.4%來說 也算是好一點 但似乎都不是做得那麼好 這個數字上去看的話 其實加息的預期是否有機會再進一步推遲 有些分析都說是年底 你怎樣看今年的加息預期呢 說美國息口 在今個星期初 大家當時都覺得9月份就有機會會是開始加的了 但自從耶倫在那個意識的會議出來之後 都發表了一些言論 他今次的講話都偏向是溫和的 而且都可以留意 我們經常都說要看利率走勢 就要留意聯署局方面的息口的點陣圖 點陣圖就是反映聯署局裏面不同的委員 對於今年、明年、甚至再長遠一點 就要留意聯署局的預期是多少 如果你說拿回中位數來講 說今年的息率的預測 中位數都是0.6厘左右 即是如果你說根據這個的幅度 跟上次比較之下就是不變的 但去到下一年來講 那個利率的預期 今次就比起上個月的意識的時候 就調低了 反映說委員都覺得去到今年 就算加息也好 那個幅度也不會太大 那去到下一年 也是同樣地你說加息 都應該會加到大概兩厘左右 不會說一加加到四、五厘那麼高 所以你說的利率預期開始是降溫的 大家覺得加息的部分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那自不然對於一些板塊 或者黃金價格來講都帶來一些波動 但都可以留意的 因為我們現在看美國的息口走勢 都真的要看經濟數據 那之前你看到出那個勞工的失業率 又或者飛農數字 又或者那個零售銷售 都是相當之強的 但是如果你要轉身 看那個PCE 即是反映通脹指數方面的表現 說到岸年的升幅 都還是在徘徊在1.2% 那跟聯儲局當初所定的2%這個目標 都還是差一段距離 那甚至乎今次阿耶倫的講話上面 都是提到 就說美金如果是太強勢的話 都還是值得擔憂 特別就是對於今年 第二季 美國的經濟來說 為什麼之前是向下修訂了這麼多 就是因為美元太強 令到那個貿易的 就是疫差都是不斷擴大 那這一方面都是值得留意的 那所以你說當耶倫去的講話上面 都還是隱含了一些的意思 就覺得美金不可以說太強的 或者都還是擔心通脹 還未能夠達到預期目標 那意味著你說要在下一次加息 或者要在九月加息的機率 都是有所降低的 那所以我自己看 你說美國要加息 不是說不行的 那可能最早最快 都要去到今年的第四季打後 才會見到那個情況 那所以暫時我自己覺得 美國你說加息的預期 都是有些降溫的跡象 好,謝謝Jason幫我們跟進 就說加息方面的情況 另外要跟大家更正 就說美國上個月 即5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 CPI按月常漲0.4% 而市場預期是上升0.5% 可以留意 另外都要再去跟進 當然就說加息的預期 就沒有那麼快 一眾的一些本地的地產股 公用股 甚至乎REIT等等 都有升勢 先看看本地地產股的表現 長實根本要下跌輕微 跌了一毫半指下來 佈在66元的位置 長實地產佈在66元的位置 至於恆基地產升一毫 新鴻基地產升兩元 新世界發展跌四先 而信和置業跌兩先下來 暫時看到板塊是個別發展的 不過也看回其他公用股 長和 都在做116元的位置 升倚近百分之二 另外一些REIT 看到823領匯 都升超過百分之一 做48.15元 是不是都可以再有一輪的升幅呢 說到9月加息的機會 都未必那麼大 剛剛提過 如果當大家認為加息的時間 是進一步押後的 或者加息的幅度 去到下一年來說 都不會太大的時候 對於剛剛你所說的 無論是本地的地產股 一些高息的公用股 又或者一些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等等 這些比較保守的股份 都是會有個正面的幫助 例如你說地產最簡單的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說 真的去到加息那一刻 大家會害怕 那自不然都可能會令到一些 就是樓盤的銷售會減慢了 又或者都會令到地產商在推盤的時候 在那個定價方面 又不會說定得那麼進取 再加上就說 會不會都令到本身 即是有樓盤在手的人 因為接下來的息口會上升 所以都未必說會再做那麼多的議案等等 那這些因素對於整個樓市來說 是會有壓力的 但是相反 如果你說當那個息口 沒有說真的加得很厲害 那自不然 我都相信在今年未來的下半年 整體那個一手樓的銷售 都仍然是會維持一個很強勢的表現 包括就說可能很多新盤 例如現在場實方面都推進一個樓盤 那照計那個的反應都應該會不差的 那這個是對地產股最直接的幫助 那你說對於一些高息股 例如就說是一些公用的 或者是一些risk的 那那個幫助就比較間接一點點 那因為這方面就要看回美國10年期債息的走勢 那在那個議息會議之前 都見到美國10年期債息都升得是相當之厲害的 那更加都一度升到上去接近2.4厘的樓上 那但是當那個議息會議結束了 大家都認為過加息步伐是沒有那麼快的 都見到10年期債息就明顯下回去的 那所以如果你說當個債息 整體的上升壓力沒有那麼大的 那對於這一類的高息股來說 都是有幫助的 因為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本身 大家是將兩類的資產的收益率來比較的 即將美債的收益率和領匯的收益率來比較 那如果你說現在的美債息率是向下的 那自然領匯現時的息率就顯得會較為吸引的 那所以變相都會令到更加多的資金來追進去 那但是相反如果你說未來市場再炒加息的 那當那個的回報叫做收窄了 那那些錢又會由這些公用股那裡流走 那所以如果你說看好像是一些的公用股 例如就說6號仔來計算 其實它在5月中開始股價大跌了下來 那當時就是因為大家都害怕 今次在那個議息會議上面會流露一些加息的口風 那但是結果沒有的 那所以你看到在這個禮拜來講 就是6號仔都由低位接近68元這些位置 就抽上去現在接近是73元 那所以如果你說看這些公用股 或者是好像領匯Risk等等的表現 那大家都真的要妄實 美國的十年期債息的走勢 好啊其實另外也要跟進 就看到本地地產股 或者是受於息口的加息 或者是變動上比較直接的 當中看到兩種股份 包括長和和 還有12號的行基地產等等 他們的主席分別在6月其實都有幾次 就是再去買自己的股份 就是增持股份 尤其是12號 恒基地產他們的主席 就是李兆基 都不停地看到6月有很多次 都是要增持他們自己的股份 都想問回12號 接下來的股價走勢 表現你會是怎樣看的呢 大概都是在52、53元這些位置 就已經是增持了 前景上面來說 有沒有機會再突破 現在都好像是在10天的移動平均線 就在徘徊中 有沒有機會突破 再上破之前55元的位置 本地地產股就正如剛剛所說 在加息預期降溫之下 那個形勢就不會太差 就算你說未來的市場下跌也好 這一類的股份 相對的防守力都是比較強 當然你說到四叔有增持 你說到李嘉誠有增持 對於市場來說是有信心的 但是其實看回那個增持 雖然次數就好像很密 但是每一次增持的金額 不是特別大的 例如你說好像在6月初的時候 增持 說著牽涉的資金都是幾千萬左右 你說幾千萬 對於這麼大間的公司 這麼大隻的南銷股來講 其實比例就相當小 所以我也相信 這次的增持 就不會對於整個股價 會有一個很大的承托 反而你看看基本因素 接下來推出的新盤 反應是怎樣 整個香港的樓價指數怎樣行 以及美國債息的走勢怎樣 這些就反而是一個 更加大或者更加強的主導因素 好 我們看看推盤的情況 以及加息的預期 謝謝Jason 跟我們分析整個加息的形勢 以及一些本地地產股 股股股等等的情況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亦差不多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是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環節